南丫島教小人去的索古灣 南丫島教小人去的索古灣 有全港唯一的漁民文化村 同樣在中環4號碼頭出發 去索古灣的船班次比較疏 記得先查清楚 文化村最吸精的裝飾 就是以背殼拼砌而成的財色網牆 我們現在在餵這些星佬 老闆說如果很幸運地釣到牠們上來 那條魚可以送給我 先調戲一下牠們 牠們已經抹大了 好多人害怕 你吃吧 很可惜 我們今晚的晚餐是失敗了 不過很好玩 很緊張 牠們坐上來跳那一刻 好刺激 海產囊有南丫島沿岸捕捉到的海洋生物 好似海星和雞虎魚等等 文化村上面的古漁船 已經有四十幾年的歷史 裡面展出漁船和漁民以前的生活狀況 大家猜猜這是什麼 這是以前舊鎮時的救生衣 牠是綁在小朋友的腰上 牠們在水面就可以浮起了 牠們在海洋上 這些牠們全部都是一面是瑜伽畫 然後另一面是正解 好像這個 牠們說 你們別動了 其實就是你們不要大聲吵 我們今天就要來醃這條鹹鮮魚 這條就是很大條的石棠 做法很簡單 就是用這條的鹽放上去 和牠們輕輕地按摩 記住要順著方向 否則就會慘到牠們的刺就很痛 先將繩用膠紙貼著鐵圈 再用繩慢慢繳著它 做好糙型之後再加上裝飾就完成了 記得記得送自家製的光貨才好走